请问您儿子最近有没有发烧 有 发烧一个多月了 我女儿啊 我从小就特别崇拜医生 真的 你女儿真有眼光 家里有医生 全家都省心 小军 我们现在就见个面吧 但是我有条件 带你妈妈一起 去哪见面啊 你们家离哪个医院近 四月最近 半个小时以后 四眼门口见 我儿子 你什么意思啊 怎么回事 怎么上医院去见面啊 跟医生约会就得去医院 儿子 结果出来了 我妈在这儿什么情况 师兄 派遣让你说着了 妈妈是惯心病 不会吧 我妈平常就是血压有点高 从来没有过心脏病啊 怎么会有惯心病呢 小心 你先别着急 这个是医院的检查结果 儿子 你是怎么演得看出来的呢 阿姨 这你还能不知道 冰封一直是咱们学院的第一名 现在呢 又是宴席医院的一把刀 这眼睛啊 竹着呢 要不 你给我们讲讲 让我也学一学 妈 惯心病的发作 通常情况下没有什么征兆 少数情况下有一些非典型性的表现 今天在跟小星星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她妈一双手拖着左下颌 初步判断她妈妈应该是 左边牙龈疼痛 加上左肩 左臂 牵引性的程度 这种表现啊 就很有可能是 冠心病发作的前兆 而且冠心病一旦发作 极有可能造成心肌梗死 甚至是猝死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误 所以我就约了小星 在救济的医院把上见面 我吓死了 实医生 你太厉害了 幸亏有你 要不然我妈可就危险了 谢谢你 哎呀 人家相亲呀 谁看你 你可倒好 看病 你是不是逮谁现在就想给人问诊 妈 我希望这个世界上 一个病人都没有 嗯 患者的车和医疗运送刚才的货车撞上了 且管刺穿扎的肺骨非常靠近心脏 趕紧联系心外值班医生 麻醉科和核心肌 开通绿色通道 尽最大能力抢救伤者 准备手术 这位医生 现在直接取钢筋非常危险 谁呀 儿子 这是第四医院 我是燕西医院的心外科医生 现在还没有确诊 直接取出钢筋 对孩子非常地危险 你不是本院医生 你无权参与治疗 肺都刺穿了 再不取出钢筋就来不及了 这位医生 你给我紧 等一下 孙芳 您是徐大夫 孙大夫 她是外占的 怎么能参与这事呢 这位是燕西的心外副主任 徐兴风 年轻的心外权位了 您是这是心外科医生是吧 对 您帮我听一下孩子的心脏 是不是有收缩期打印 一切有撒印 孩子 妈妈请进来一下 请问您儿子最近有没有发烧 有 发烧一个多月了 用了抗生素 效果也不好 正准备带他去复诊 谁知道这路上就出事了 你们看 孩子的手指上有脓包 手臂上有多发现红斑 加上发烧一个月 还有心脏收缩期打印 判断是感染性心灵黄炎 所以我建议先给患者 拍一个心脏采钞 如果现在直接拔出钢管 手术过程中很容易引起 二肩半追尸梦脱落 会顺着血管流下身体各处 造成脏气的堵塞 浓肿 甚至是肢体坏死 用的话还会引起肺梗 老梗 如果可以确诊 拔出钢筋和换半手术 必须同时进行 刘护士 按照徐大夫的建议 马上进行采钞 好 好